Hello 大家好 我是節目主持Alpha 我記得小時候媽媽經常罵我 喂 死仔包 我小時候覺得甚麼是死仔包 因為小時候真的不懂得死 到長大時發現原來死亡不是那麼簡單 原來背後還有很多儀式 牽涉很多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很有幸請到 為心線中服務的負責人 也是香港唯一獲得世界殯儀協會認可的禮儀師 鍾家樂先生接受訪問 好 家樂你好 Hello Arthur 大家見到家樂這麼年輕去做這個行業 相信對他都很想知道多一點 不如我們都跟他聊聊天 家樂 我想問為何你會從事這個行業 其實我一點都不年輕 多謝你這麼說 我本身是家族生意 我爸爸本身是開石廠 我小時候已經接觸這個行業 中二開始的每個暑假 我開始上山執骨 擔石擔泥去玩 可能小時候都 耳如目染 又已經開始接觸到這個行業 可能有些興趣 但都沒有想過要成為終身職業 之後我讀完書回來 我在外面做了一連工作 之後公司發生了一些事 然後又金融海嘯 又找不到工作 之後我跟爸爸說 我可否先回家幫忙 做事先 不要懶惰 於是做到現在就做了14年 2017年做了兩個訪問 當時傳媒稱呼我做80後禮儀師 帶起了麗儀師的熱潮 隔了一年多 機緣巧合遇到外國相關機構 他問你是否是世界殯儀協會的會員公司 我問是甚麼來的 我都不知道 在香港從事這個行業 就不用有任何門檻 或者要有任何專業資格 要考取一些證書等等 但我都覺得 專業水平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我就去考認可禮儀師的牌照 所以很感恩 喝得到那個資格 15年都要很長的時間 其實我有一個好奇的問題 這15年入面 你會否經歷一些 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個案 或者一些發生過的事可以分享一下 很多 最近的就是 有一宗我跟了十多年的個案 在我出道初期接手 最近他就拿走了骨灰 回國內安葬 但是事緣當時 那位叔叔就找我去處理 那個離世者的土壯事宜 很奇怪 他見到我 就整天在捉住我的手 摸住我 我為甚麼 可能打算是熱情 當時我未知是誰 因為通常 在基本的想法上 找你的都是幫自己爹地媽媽 做文件的時候 就知道原來是兒子 之後他說回件事 就是因為他兒子和我同年 外國回來 我們剛巧都是同鄉 他覺得可能分內親切 於是他也叫我 你叫我叔叔 可能親切 但其實那個個案 就是他兒子自殺 對他情感上 當然 創傷很大 當時也是二十多歲 我很記得 很記得 當時落狀 他的家人哭到 整個墳場都聽到 那種回音 到今時今日 我都很記得 在心裏面 十年之後 執骨 執了骨 本身 本身 在逐例上 他會拿副骨席 回國內安葬 但由於早幾年疫情 拿不到 他就想想 不如我火化 於是火化 剩下骨灰 打算拿回國內 但誰不知 都未拿回去 擺在公司一段時間 他家人又走來 去拜祭 去接觸 談了很久 每次談都哭 每次談都說回 當年的事 他家人到今時今 都未放得下 最後 在剛剛剛過去 今年 終於都成功拿回國內安葬 他們分享 對他們來說 終於叫做放下 但在這十幾年內 不斷地有很大的驚傲 甚至他們其中一個家人 都有抑鬱症 對他們家來說 真真正正地完成一件事 但原來完成一件事 要去到十幾年 才可以放下 是 我想給我也是一個很大的學習 很大的學習 就是跟著你去做這件事 接觸這件事 但用一些貼地一點 近身一點的實證實例 大家都會感同身受 大家對於那件事的情感 和感觸點都會大很多 很多時候都會分享我自己的人生觀 或者我自己所謂的死亡哲學 或者這樣說 但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一套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看法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討論 早些聽早些說 早些去預備 剛才說起你處理年輕過世者的事 其實現在除了火葬土葬 據你認知 都有其他處理的方法 例如海葬 殺灰 其實那些是甚麼 可能觀眾都是最想知道的 現在的遺體處理方法 不僅止以前可以土葬 火化之後可以造成不同的 譬如骨灰飾物、一些水晶、鑽石、吊飾 可以帶著家人去旅行 我經常開玩笑 如果你去旅行時不見了那個鏈嘴 你會不會覺得不見了你家人 開玩笑 但除此之外 骨灰也可以進行花園狀 也可以進行海狀 這些就是香港現在普遍稱為綠色殯狀 將骨灰殺到海中 又或者殺到花園 如果在香港海葬 就可以殺在香港三個指定的海域 另外殺在花園 就可以將骨灰殺在香港各大的火葬牆 都有紀念花園可以殺灰 最近出的數字 其實都有很大的上升趨勢 甚至是在以前的使用量 已經多了25% 其實已經有幾千人 會這樣做一個殺灰的維體處理方法 我相信在未來十年 都仍然會繼續有上升趨勢 其實現在很多人 已經不是用傳統的方式 去願意接受殺落海 因為以前聽說 殺落海不要嫁無主孤魂 其實是否現在他們 喪者或者他們的概念 應該有很大的改變 絕對是 尤其是我們所謂的現代化 新式的維體處理方法 我相信和我們對於效義 和維體處理的觀念 有更新是很大的一個正比 在殺灰方面 以前就覺得四處漂泊 將灰殺到海裡 也不是入土為安 因為以前入土為安是一個 根深蒂固的理念 但今時今日都沒有特別的想法 現在希望可以陳歸陳、土歸土 靈魂得到安頓 或者死者意義 剩下的只是一些遺骸 不是和他一種真真正正的交流 所以在處理遺體上的方法 都多了很多 不同了很多 而接受程度大了很多 所以土葬的使用量就低了 相反地接受火化 現在96%的遺體都是進行火化 火化後有很多不同的處理手法 大家都可以叫開明了 但實際來說是簡單了 因為都相信現在很多 例如新的放靈灰的地方落成 其實都反映到的使用量很多 另外其實我又有個 另一個角度又想看 其實你都是一個很年輕的財務員 都有15年的年資 你怎樣看傳統殯儀的服務 或者你會不會 在你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殯儀的服務 有些甚麼發展 或者怎樣可以有些新的 或者怎樣去做會更加好 你會不會有你的角度怎樣看 傳統的殯儀就術有專科 每一個不同的部分 就要找不同的專門人士 和要去搜購不同的東西 譬如以前的大校 你要自己買一匹布 你要自己買一卷麻 你要自己去裁白 自己去剪校衣 然後你要自己去買白衫褲白鞋 你要自己去訂花 你要自己去買香足衣補製品 去買售皮 售衣店買售衣之類 今時今日其實慢慢地越吹簡化之外 其實在服務上應該要吹向一個全面化 例如我公司 我們早期開始一站式全面的桑葬服務供應 我想這是給家人一種安慰 即是既然在不開心 這麼徬徨的情況下 還要東奔西跑 要四處貧樸 要到處張羅不同的用品 不同的桑葬儀式上的用具等等 但這樣就會很辛苦頻撲 你已經沒有心情 但你連哭和笑的時間都沒有 於是你還要去找這些東西 然後你要去想一下包多少錢利是 要去做些甚麼 怎樣去做好些給自己的 自愛的家人 其實你沒有那麼多時間和精神去想這些東西 所以希望可以在服務上 可以全面一點 可以體貼一點 令到家屬他們可以擔心少一些東西 是一個很好的心靈安慰 至於在整體整個殯葬圈 或者一個殯葬體系裡面的進步 我想第一 適量的電子化電腦化 一個大趨勢 我們在土葬和火葬上的資訊平衡 是否只有火化 其實土葬也有很多地 但我們得到資訊有多少 想選土葬就土葬 想選火葬就火葬 當然政府在未來十年 仍然有很多國父恩衛供應 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進行一些臨終安寧的工作 亦可以有一些生前契約定立 早些去預備 在死亡教育上做多一些準備功夫 還有可以在不同的院舍 或者在不同的機構 可以做多一些合作 可以做多一些殯葬資訊的宣講 我覺得這樣相當契約 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因為很多不同的行業都會缺人 殯儀行業你經常接觸 你覺得這行的人屬於缺乏人手 足夠還是人手過成 Arthur 這個是很好的問題 在這個行業真是活躍的從業員 我想四五百個 其實一年有五萬多人離世 一個這樣的行業 其實五百多人活躍 而大部分屬於各大殯儀館的職員 其實不算是很多的數字 但是由於有很多是兼職 或者自由身這樣做 所以你很難去計算這個數字 而由於我們都沒有一個門檻 和專業性的架構可言 所以你很難去定順那個人是否認識 很難去統計也很難去考究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夠不夠人 我覺得現在是足夠的人數 各大崗位上 當然在某些界別 譬如南和師傅 經常都會說會不會沒落 有沒有人收徒弟 或者有沒有人是想加入成為南和先生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話題 如果你說成為禮儀師 或者你是從事這個行業 我覺得是足夠 會不會太多人 我覺得太多人的意思 就是在某些範疇上 譬如很多的freelancing 會不會太多呢 我覺得是的 因為這樣不是一個 用一個專業水平去講 而又可以有一個準則去提供這個服務 我覺得這個是 如果以一個非專業性來說 其實是過多的 現在其實這一行 因為剛才你也說過 其實這一行可以我沒有地鋪 我純粹可能一個IG或Facebook 我都做到的 其實那些都是 即是叫做freelancer的性質 但這樣會不會影響到 這行業的專業性呢 絕對會 譬如你見前幾年 對消費者委員會 其實他都有一些報告 其實有很多投訴 當然投訴 可能當中有一些是 所謂的專業失德 又或者是一些濫收資 我覺得這些是有些相確的 因為你沒有得比較 你不可以說用完Arthur你的服務 然後用我的服務 你不能夠同一個人 在兩個人身上去作出這樣的比較 你不是說去餐廳吃兩個不同的飯 或者去兩間不同的餐廳吃同一個飯 這樣去比較 但是我覺得是需要專業性的 我覺得需要將這個行業專業化 這個行業背後殞藏的傳統文化 很多的知識 都是我們需要紀錄下來 或者是可以令到這件事 成為我們文化裏面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好 而不會好像以前那樣 為何我這麼想尋求專業化 或者為何要考牌 為何要做那麼多 其實就是想人們 對這個行業的看法鮮明一點 專業一點 不要好像以前一聽到 你做這行 你這些是沒有文化的 三三五惡的 不壞就不做這些 我不想這樣 而是我要讓你知道 我也是一個專業人士 我做的事都是專業 而每一個人都要面對死亡的時候 面對做喪禮的時候 由誰去幫你做 而是一個專業人士去幫你處理 這是一個信心 也是一個安慰 專業化這個 你覺得都是必須的 就是賓葬學業 最後有一個問題 你那時候都說 你小時候在石廠玩 我不知道你的小朋友 會不會跟你到處玩 但假設大一點 他會跟你說 爸爸我想入行 你會怎樣看呢 我其實暫時都不想他們 從事這個行業 第一很困身 第二是一個傷感的職業 意思是你要經常去幫助一些 傷心緊的朋友 對自己的情緒 你要有很強大的心臟 很樂觀的一個態度 你才可以去面對到這麼多負面情緒 幫助到這麼多人 由他不開心 而又出門口的時候 變成他笑著 多謝你 很難 很多的挑戰 很多的臨時的變動 當然他們喜歡的 都可以做這件事 回家幫忙 延續我家業 當然我有很多徒弟 他們可以承接這件事 但你問我 如果他們有自己更喜歡的事 他們會做自己喜歡的事 不一定要做我做這件事 你都是一個很開明的爸爸 不會說一定要回家幫忙 你沒有這個制罩給他們 沒有 我爸爸都沒有 我爸爸是非常非常好的爸爸 他從來沒有叫我們 要回家幫忙 沒有說一定要做這件事 你喜歡回來就回來 你喜歡做自己就做自己 我爸爸從來都沒有罵過我們 從小到現在都沒有 很好的爸爸 身火相傳 你爸爸對他的教育 你教育下代 你也將殯儀行業 再用你的方法 繼續傳承 繼續工作下去 可見將來殯儀行業的發展 根據家樂所說 大家都會知道 會有更多不同的出來 或者根據時代的變化 也不同的 好 我們很多謝家樂今天的自由訪問 大家都知道 對家樂有對於殯儀行業 亦都了解到不少 好 我們再次很多謝家樂 多謝你Arthur 多謝你 多謝大家